大家好,我是美惠,欢迎持续锁定MKC新闻 今天要带你锁定的主题是 21世纪的全员工业工程程序分析 在现今产业蓬勃发展的世代中 各种活动如市场研究、创意发想、产品开发等 均有一套作业流程 今天都要带您来探讨作业流程之TIE程序分析工具手法 程序分析为逐步分析整个工作程序 以改善作业方法的技术 乃是工业研究的一个起步 其带来的效果有以下几点 一是降低成本 二是扩增生产及服务量 三是缩短生产及作业期间 四是减少资源耗损与维持品质 五是减少再制品与重工的浪费 六是空间的一个有效利用 七是提高安全以及环境 那程序分析的主要工具为程序图 是一种图示的方式 那目的在于标示整个制程或活动中 所有操作 检验 时间 以及材料资源流动等事实 那依次序用符号加以排列分类 以了解程序并达到改进的一个目的 那以检讨操作程序图为例 最常将产制过程运用删除 合并 重排以及简化等等的一个手法 来改善产制过程中不同的工序所产生的矛盾和不合理 那么呢 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达到的目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分析个操作检验在生产线上的顺序位置和品质检验重点 二是投入的零件或原料之规格与设计 三是形成制造程序及工厂布置的一个概念 四是形成工具和设备的一个规格形式和所需要的一个数量 那么五呢 是据以研究各操作及检验之目的 以引导这一家的一个制造程序和设计 获得更好的一个方案 那么在程序分析之后呢 可以运用ECRS四大原则 对现行的方案进行检讨以及合理化 那么它主要的一个精益呢 在于取消不必要的工序 动作操作 其次将某些工序或动作合并 以减少处理的一个手续 那再者呢 是将工作台机器以及除运处的一个布置 重新做调整 以减少搬运的距离 那有时候也许要变更操作或检验的顺序 以避免重复 那最后呢 是要用最简单一个设备工具 来替代复杂的设备以及工具 因此程序分析的一个技巧 在于减少程序的一个次数 改变程序的组合 减少停滞量及停滞的一个次数 改进品质 减少检验 简化各加工程序 那安排适任的作业人员 以及资讯流程的一个事实化等等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分享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美惠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再会 谢谢您的观看